第十六届美国华人春晚日线是在洛杉矶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处副主任周永梅 乔务领事何明、何涛市市议员吴立伦及南加州众多桥界领袖出席了活动 晚会开始前南加桥界共同举办为南加桥界新系祖国战胜肺炎实施动员大会 为武汉疫区伸出援手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处副主任周永梅致此表示 疫情的发展和同胞的安危也牵动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心 近日来,侨胞侨团纷纷联络总领馆 希望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 侨胞们倡议为抗击疫情捐款 在祖国政府和人民齐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时刻 体现了侨胞对祖国的关心,令人深受感动 2020年美国华人春晚整场晚会两个小时 节目主要由美中文化艺术团和美洲文化少儿艺术团担当演出 美国当地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和演员将联合出演 为在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送上一台精彩的美国华人春节盛宴 凤凤卫视实习记者参加红洛杉矶报道